2018年9月21日,在中秋小长假的前一天下午,浙江温州瑞安市的龙山实验小学三楼的厕所内传来了一声声尖叫声,九岁男学生叶阳躺在血泊之中奄奄一息,而在他身旁坐着一位满身血迹的中年男子,而他就是杀害叶阳的凶手林剑煞,面对警方,林剑煞声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,企图以此逃脱法律的制裁, 但经过精神鉴定,林剑煞在行凶时具备完全行事责任能力,最终林剑煞被判死刑,那么林剑煞为什么会对一个九岁的男孩痛下杀手? 这其中究竟有何隐情,校园行凶,受害人惨死? 2018年9月12日下午4点10分左右,在即将放学之际,龙山实验小学正准备举行每日一次的降棋仪式,全校师生无特殊情况都会在这个严肃的时刻原地敬礼,而四年级一般的叶阳此时也静静地站在教室里面,等待着降棋音乐响起。 然而此时,一位中年男子站在教室门口,叫走了叶阳,这位中年男子就是林剑煞,当时叶阳的同班同学见到两人一起离开,还有说有笑,并没有任何异常,还以为中年男子是叶阳的父亲。 然而在离开教室之后,林剑煞将叶阳带到了同一栋楼三楼的卫生间,之后悲剧就发生了,林剑煞从身上掏出一把水果刀,静止向叶阳的颈部划去,叶阳只是个九岁的小学生,根本就来不及反应,直接倒在了地上。 林剑煞见状并未停手,不知道哪来的深仇大恨,他见叶阳趴在地上,又拿起刀,对替叶阳的背部连续捅了十一刀,再确信其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,这才停手。 当时,降棋仪式的背景音乐十分洪亮,萦绕着整个学校,没有人知道命悬一线的叶阳是否发出求助的呼救和痛苦的哀嚎。 直到降棋仪式结束之后,有学生来到卫生间,才看到了趴在血泊中的叶阳,发出了尖叫声,此时林剑煞并没有离开,而是坐在一旁的台阶上,十分淡定地抽着烟,静静地看着地上的叶阳,似乎在欣赏自己的杰作,面对围观的人群。 林剑煞十分平静地拿起手机报警自首,不久之后,警方到达现场,控制了林剑煞,而已经奄奄一息的叶阳随后被送往医院抢救,叶阳全身上下共有十二道伤口,颈部的那道伤口伤到了气管,但最致命的伤口在左后背已经伤到了心脏。 而且当救护车赶到现场的时候,叶阳大出血已经很严重了,所以情况非常不乐观,当天晚上十九点,在经历了三个多小时的紧急抢救之后,医生也没有将叶阳从死神手里抢回来,叶阳因为伤势严重,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,叶阳的父母痛失爱子。 失声痛哭,他们摸着叶阳上有余温的身体,望着儿子紧闭的双眼,再看着孩子身上的伤口,哭着请求医生将孩子的每一处伤口都给缝合,然后给叶阳穿上他生前最喜欢的衣服,让孩子干干净净地离开。 悲剧发生后,网上也流传着各种各种纷繁复杂的消息,大家都纷纷猜测这起悲剧发生的原因。 一位成年男子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孩子下手,但当知道凶手林剑煞的真实身份时,一切都说得通了,那么林剑煞与叶阳之间到底有何恩怨呢? 小摩擦,酿成悲剧。 小叶家的这个孩子没了,林家的这个女孩子下半辈子估计都会活在阴影之中,两个家庭都被毁了。 通过这句话,我们完全可以猜测出林剑煞为何要对叶阳下手。 她是因为自己的女儿林玉,林玉是叶阳的同班同学,这起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就是两个孩子之间的摩擦。 在周三的英语课上,学生们正在排队交作业给英语老师,叶阳站在林玉前面,当时林玉用课本挡在了脸上,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话。 反正叶阳转身一挥手,一拳就打在了林玉的一只眼睛上面。 遭到重击,林玉的眼睛当即就不舒服了,一直流着眼泪。 班主任让她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会儿,林玉这才可以睁开眼睛,也不再流眼泪了。 班主任又仔细观察了林玉的眼睛,既没有红肿也没有什么血丝,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。 班主任就将两个孩子带到了办公室询问事情的经过。 叶阳解释说自己是不小心打到林玉的,但林玉却认为叶阳就是故意的。 虽然双方各执一词,但终归是叶阳打到了林玉,在班主任的协调下,叶阳向林玉说了对不起,而林玉也表示没关系。 当天放学之后,班主任就将此事告诉了双方家长,而叶阳的母亲陈丽加上了林玉母亲的微信,并就此事向林玉道歉,表示若是林玉的眼睛出现了问题,他们愿意承担所有责任。 起初两位母亲的沟通也算是比较通畅,但在中途,林玉的父亲林剑煞突然加入了沟通,林剑煞爱女心切,要求叶阳第二天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, 向林玉道歉,当面道歉了,别人也不会欺负我女儿。你儿子在教育方面,他也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 如果不这样的话,你儿子之后事情出更大,这也是不知道的。林剑煞原话是这样说的。 而叶阳的母亲也同意了,表示道歉是应该的,第二天会让叶阳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林玉道歉,本来双方家长已经沟通好了,如果第二天叶阳向林玉当众道歉,说不定这件事情就会到此为止,但事情却不是这样发展的。 两位同学的班主任认为,两个孩子都非常淳朴懂事,在此前也并未发生什么矛盾,更不会故意欺负人。 如果让叶阳当众给林玉道歉,孩子大了会有些伤自尊。 因此,班主任在全班同学面前说明的情况,也对叶阳进行了批评,本以为这件事会到此结束,却没想到会引发接下来的悲剧。 当林玉的父亲林建煞得知叶阳没有当众向女儿道歉,是怒火中烧,于是便决定要给叶阳一个教训,于是在21日下午,林建煞就带着一把水果刀将叶阳杀害,欠债还钱。 杀人偿命,天经地义,但林建煞在接受警方审讯的时候,却称自己有多年的精神病史,企图以精神病来逃脱法律的制裁,那么林建煞最终的结局如何?判处死刑。 精神病不是挡箭牌,事发之后,很多不明就里的网友将受害者叶阳称之为熊孩子,甚至有网友直接评论,这个悲剧告诉家长一个道理,务必管好自己家的熊孩子,你不管,别人会替你管。 一时间,校园霸凌等词汇也冲上热搜榜,叶家人在伤心之余也为叶阳感到委屈,叶阳的父亲表示儿子并非故意打人。 平时与同学们相处得很好,经常参加各种活动,而学校的老师们也说叶阳聪明有理,并非传言重的熊孩子,成绩在班级中可以保持在中上水平,痛失爱子的叶家人围堵在林建煞的家门口, 林家阳台的防盗网上挂着还我儿子的横幅,楼道的墙壁上也用红颜色的油漆喷着林建煞杀人犯这样的字眼,甚至还挂着那张叶阳遗体的血腥照片,这起悲剧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,甚至连林建煞的老家在哪里都被网友们扒了出来,而对比外界的强烈反应。 当事人林建煞却极为平静,面对警察的审讯,林建煞十分淡定地表示自己患有精神病,并说,杀人的那个人不是现在的我。 这个消息把叶家人急坏了,警方也感到十分惊讶,要知道若是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,在杀人之后是不需要负刑事责任的,这就意味着林建煞若是在不能控制自身行为的情况下对叶阳下手,那么他就不用负法律责任,而警方经过调查,根据林建煞五年来的就诊记录,他第一,却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,并有六次住院治疗的记录。 由此可以断定林建煞所说的是事实,那么他是否能够摆脱法律的制裁呢?答案当然是否定的,在案发之后,警方在得知林建煞患有精神病的时候,就立刻对其进行了鉴定,2018年10月10日,鉴定结果出来了,具体内容为,被鉴定人林建煞虽然患有精神分裂症,缓解期。 但案发期间,具有完全行事责任能力,是具备诉讼能力和受羁押能力的,也就是说,林建煞在对叶阳痛下杀手的时候,是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,也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,所以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,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。 2019年3月,这起案件一审判决林建煞因为故意杀人,被判处死刑,林建煞不服上诉,二审维持了原判,2020年7月17日,林建煞被执行死刑,至此,这起因为孩子之间的小摩擦而导致的悲剧终于结束了,然而这起悲剧给我们带来的警示却是深远的。 几乎所有家长都会担心自家孩子在学校被欺负,孩子们根本不在乎的细枝末节和小摩擦,却在无形中被家长放大,这都是家长不正确的心态,当然了,近年来,校园霸凌成为热门词汇,校园中也不发有些熊孩子真的在欺负弱小,这就需要学校与家长,甚至是与警方联合起来。 对这样的孩子给予重点关注,切勿让熊孩子长大后将恶习带入社会,否则终将成为社会中的独流。